很多人说盗墓笔记里的王胖子是抄袭鬼吹灯的 那么到底是否是这样呢 是也不是 因为最开始盗墓笔记是属于鬼吹灯的同人小说 后来三叔越写越火 却逐渐改成了自己的主角 这才有了后来的盗墓笔记 但为了致敬鬼吹灯 三叔便保留了王胖子这一角色 那么在盗墓笔记的众多影视剧版本里 哪一版的王胖子最符合原著呢 下面为大家盘点了四个版本 第一个是刘天卓版的王胖子 出自于2015年剧版盗墓笔记 跟电影爱情公寓 刘天卓是第一版王胖子 从外形上 他就很符合原著中王胖子的形象 身材肥缩 但身手矫健 憨厚中带着精明 在剧版盗墓笔记里 刘天卓版的王胖子 头顶一个瓦罐出场 是整部剧中最搞笑的片段 剧中让人印象最深的一幕 就是胖子两下就撞开了一面墙 把小哥都看呆了 刘天卓一开口就是牛逆的金墙 演出了王胖子的臣服 脾气虽然火爆 却很有主角 对古墓也很有研究 自带北京严满的豪爽 特别讲义气 把王胖子这个角色演活了 更巧的是 刘天卓的生日是8月17号 跟小哥出青铜门是同一天 甚至有人调侃 小哥出青铜门 就是为了给胖子过生日 第二个是陈明浩版的王胖子 在沙海 重启是吉海听雷 藏海花中 都是由他饰演王胖子 陈明浩版的王胖子 是人到中年 看透世世的胖也 不愧是话剧演员 台词演技都没得说 此时的他 留起了长发 造型不羁 是无邪最坚强的后盾 多了几分凶狠 很江湖 演出了盗墓多年的那种 惊艳老道形象 把胖子那种为人仗义 做事有点小无赖 那个玩世不恭的剑 演出来了 虽然搞笑欢妥 但是靠谱 尤其是在重启里 为了救无邪 甚至下跪求获道夫 不得不让人感叹 胖子对无邪也是真爱啊 第三个是张柏宇版的王胖子 在电影版盗墓笔记 和剧版陆海前沙 起领神术 以及云顶天宫中 都是由他饰演王胖子 首先从体型上看 张柏宇只是壮 算不上胖 在电影版盗墓笔记 甚至还有点呆 但是陆海前沙里 稀后雨是一套接着一套 说话是真的搞笑 这嘴太能评了 张柏宇版的王胖子 贪财讲义气 搞笑有点像小混混 甚至在云顶天宫里 可以说是撑起了全剧 唯一遗憾的是 没有演出王胖子 特有的苍苍感和连带感 这四个是成方续版 饰演的是中级笔记里的王胖子 这部剧刚播出的时候 有网友各种吐槽 因为这版的王胖子体型不怕 没有北京口音 更重要的是 他缺少一种城府 甚至有点游厉有点色 但后来越看越喜欢 在蛇招鬼城里 他都天真的维护和关心 宠无邪敬小哥 特别是大闹心悦饭点 演出了铁三角缺一不可的感觉 这四版王胖子 总体来讲都很经典 就深入人心 但如果非要说哪一版更好一些 确实不好评判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一起探讨